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幼 施方法界 关怀弱势族群 与照顾弱势儿童 以佛教因果轮回 培养正确人生观 残阳伦理孝道 提升社会风气 超越山头 跨越派系 须弥万法 环绕全球 坚持公平 公正 包容的立场 以传播正性佛法为己任 施方法界 卫士 斑屁小沙咪 名字叫吴华 老和尚与小沙咪 宣服了无比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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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注意啊 我那个 那个 哎 五光 先把呼吸调整了再说 你这样说话没有人听得懂 哎 好了 师父 我可不可以跟你告假 告假 告假 你要去哪里 什么时候啊 现在 我要去点心店 啊 你放着修行不管 要去点心店做什么 点心店婆婆养的猫猫上命了 我要去看它 老子猫猫 还念婆婆 也有帮我赶跑很凶的野狗 我很担心它 师父 我可不可以去看它 嗯 可以啊 既然人家帮助过你 不管对方是谁 都应该要感恩 那只猫偶尔也会跑来寺院里听经 比你还认真呢 大概是开悟性了吧 呵呵呵 难怪大家都说动物有灵性 哎呀 师父 你干嘛这样讲我 人家我若不小心才睡着的耶 自古以来啊 就有很多动物间温馨的故事 每一则都很有意义哦 喂 是什么 是什么 我要进 我要进 据说在国外 一只短毛狗发现了一只过世的袋鼠 它还从袋鼠妈妈的袋子里 雕出一只年幼的袋鼠宝宝 把它带回家后 放在主人的面前 表示要照顾它 后来这只袋鼠宝宝就和短毛狗成了好朋友 哇 狗狗好爱心啊 袋鼠宝宝一定很开心 是啊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有疑无处不在 嗯 我的心里也有爱 哈哈 婆婆应该要爱它的猫吗 那猫猫一定要爱婆婆 还有啊 其实动物们也帮了我们人类很多忙 听说在英国有人员训练兔子 教会它们去找药草 因为兔子的鼻子和耳朵很灵敏 而兔子也真的找了很多有用的药草 帮助了很多身病受伤的人 哇 兔兔好棒哦 那我也可以训练阿达家的兔兔吗 长就不需要花钱钱去看衣衫了 嘿嘿 那可是要看品种的哟 不是每一只兔子都能训练成采药草的兔兔 而且采回来的药草还是需要医生的鉴定和分析 才能够正确地使用啊 是哦 那师傅还有其他故事吗 有啊 在国外的某间野生动物园里 有两只小白虎 这两只啊 刚好是双胞胎 但是它们的妈妈在生产过程中不幸过世 刚好有只黑猩猩偶然遇到这两只小白虎 并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悉心抚养 这两只小白虎才得以健康长大 让我们感受到 真切的母爱可以跨越种族 跨越肤色 啊 我知道 那个叫 小林姐姐有说过 叫 叫 骑 骑看 什么骑看 你是要说骑士吧 万物众生皆平等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长得不一样 就看不起别人 排挤别人 连动物都比我们人类更了解这种道理 五光 你也要记住哦 嘿嘿 我知道了 是骑士 嗯 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有次小林过马路的时候 在路口遇到一只狗对着它拼命大叫 害得它不敢前进 可是那只狗是平常跟它感情很好的狗 后来有一辆酒驾的车子快速飙过来 如果小林在那个时候过去就被车子撞到了 幸好有那只狗提醒它 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了吗 哦 这件事情我知道 我听小林姐姐讲过 后来那只狗狗就跟小林姐姐变得更好了 我也觉得狗狗很厉害 根本就是超人的好伙伴 哎呀 我们是何其有幸拥有美好的动物方林 加持并装点大地 它们以各种方式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美丽和喜悦 那些无条件付出的爱 忠诚与英勇 带来源源不绝的惊喜呀 那如果没有这些动物的话 要怎么办 真是无法想象 所以我们要感谢上苍 创造这些珍贵的生命 希望这个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能够认真地看待每一个生命 还要给予基本的尊重 就像对待自己一样 嗯 媳妇说得对 那我现在要去看我的救命恩猫了 救命恩猫 因为它是猫猫不是人 所以是救命恩猫啊 真是败给你了 好了 快点去吧 师父 再见 耶 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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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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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开心 发喜充满 让我们一起身体好 来运动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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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摆我的头来摆摆头 摔摆我的手来摔摔手 摆摆我的手来摔摔手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张开双手伸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 蹲蹲我的脊来蹲一蹲 蹲蹲我的脊来蹲一蹲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扭一扭张开双手伸呼吸 大家一起来运动 爸爸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运动呢 好好因为我们人活着就是要动啊 为什么人活着一定要动呢 因为运动才会健康 身体才会好啊 小朋友大朋友 千万不要忘记咯 每天工作累的时候就要起来动一动 让你我她的身体都很健康哦 拍摆我的头来摆摆头 拍摆我的头来摆摆头 摔摆我的手来摔摆手 摔摆我的手来摔摆手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张开双手伸呼吸 开摆摆我的肩来摆摆头 开摆我的脚来摆摆头 开摆我的脚来摆摆脚 蹲蹲我的肩来蹲一蹲 蹲蹲我的肩来蹲一蹲 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扭我的腰来扭一扭 张开双手伸呼吸 造飞机造飞机来到新草地 蹲下去蹲下去我做推进棋 乌瓜乌瓜 你今天的心情很好哦 这么开心的哼着儿歌 我要给你个惊喜哦 惊喜 我真喜欢惊喜了 YAPPY 这块蛋糕是我妈妈说 要买给你吃的哦 吃巧克力蛋糕耶 棒棒 谢谢小人姐姐 谢谢小人姐姐的妈妈 谢谢做蛋糕的人 谢谢卖蛋糕的人 谢谢很多很多人 我才能吃到巧克力蛋糕 嘿嘿嘿嘿 嘿嘿 悟瓜 你今天怎么了 吃错药了吗 突然谢谢这么多人啊 我才没有痠病了 差不用吃药药了 那你到底是怎么了 好啦好啦 我跟你说 今天老师教我们唱堂诗 初和日当午 汉基和夏土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哦 是闽农诗 可是 乌瓜 你还没有告诉我 唱堂诗到底跟你感谢很多人 有什么关系啊 小林姐姐 你笨笨诶 老师说啊 农夫很辛苦 都要在大太阳的时候 种米给大家吃 很累诶 还要流很多汗 所以 我们吃饭饭的时候不可以浪费 要全部吃光光 所以 要谢谢农夫 也要谢谢其他人帮大家哦 像那个一酸伯伯帮我们看病 很辛苦 要谢谢他 警察伯伯抓坏人 保护我们 要谢谢他 还有很多很多人 都要谢谢他哦 嗯哼 原来如此哦 悟光 你很棒哦 懂得举一反三 其实 实时怀着感恩的心 是一种善良的美德 也是做人的基本条件 而且啊 知足的人都懂得感恩 能对一花一草 一山一水都表示谢意的人 他的人生 必定是丰盛而富足的哦 嘿嘿 这样 我以后可以变成 跟大师兄一样厉害哦 嗯 只要你一直懂得保持谦虚 感谢知足 不抱怨 相信悟光一定可以成为厉害的人哦 有时候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 例如 考试考不好 被他人责怪 心情沮丧等等 在面临这些情境时 我们需要使用转念的方式 来转换低迷心情 培养正向思考能力 帮助自己在逆境时 保持快乐感恩心 度过难关 嗯 对啊 像我考三十分 被师父骂的时候 心情作而不好 就会想要哭哭 嗯 对啊 所以你就换个想法嘛 因为不快乐和抱怨会吸收负能量 这样就会更不开心的 像有一个生活贫困的男孩 为了赚取学费 挨家挨户的推销商品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 他感到疲惫万分 饥饿难哀 而他推销的却很不顺利 导致他觉得有些绝望 这个时候 他敲开一扇门 希望主人能给他一杯水 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 他却给了他一杯浓浓的热牛奶 令男孩感激万分 哇 這個女生人好好哦 这样 当我男生就不会饿多了呢 是啊 经过许多年后 男孩成了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 一位患病的妇女 因为病情严重 当地的大夫都束手无策 便被转到了那位著名的外科大夫 所在的医院 小林姐姐 那个医生说不是那个小男孩啊 然后那个生病的人 是不是给他牛奶的女生啊 海游悟光 你别急嘛 安静地听我讲下去啦 之后啊 外科大夫为妇女做完手术之后 惊喜地发现 那位妇女正是多年前 当她饥寒交迫时 热情地给过她帮助的年轻女子 也是当年的那杯热牛奶 使她又鼓足了信心 结果当那位妇女正在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时 却看到医生在她的手术费单上写了一行字 手术费等于一杯牛奶 我就知道 我猜中了耶 那个女生就像师父说的 好人友好抱 嗯 对啊 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 受人帮助的人 回报别人的帮助也是一种美德 有句代代相传的名言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正是对之恩图报这种美德的最好解释哦 小林姐姐 我们去找师父好不好 我要去谢谢师父 他平常对我很好哦 而且都会说故事给我听 哼 我要拿巧克力蛋糕给师父吃 那有什么问题 走吧 师父 师父 我要来谢谢你 谢谢我 要谢什么呢 就算谢谢师父啊 这个巧克力蛋糕给你吃 五光 谢谢你的好意 师父年纪大 不爱吃甜的 乖 你留着吃 你留着吃 但是到底为什么要谢谢师父我啊 师父 乌光 乌光 懂得感恩 分享 懂得感恩的人 心中心中就会有爱 懂得珍惜 便容易知足 懂得分享将拥有更多 从前的一切 从前有个人 从前有个地方 镇上一位大富翁的房子落成 他很高兴的大宴宾客 寺庙 寺庙的老和尚与小沙弥也受邀参加 这时小沙弥看见父王非常热心的招呼盖房子的叔叔们 却对自己的儿子十分冷淡 那个父王好奇怪哦 小沙弥就跟五光一样不解的问老和尚 师父啊 为什么父王要对盖房子的叔叔们这么亲切呢 师父摸摸小沙弥的头只是大笑没有回答 啊 什么嘛 你那个师父也是一样 好奇怪哦 在老和尚和小沙弥回城的路上 他们必须经过一座桥 桥下的流水很急 师父小心翼翼的走过这座桥 过了桥之后老和尚便对桥行礼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他是不是要谢谢那座桥啊 哈哈 乌瓜 你变聪明了 嗯 小沙弥用不解的问老和尚 师父 这里没有佛也没有别人 您在拜什么呢 老和尚回答说 我在感谢建造这座桥的人 感谢他们辛苦的造桥 我们才能顺利的渡过这条河 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 就要懂得感恩与报答 这时小沙弥若有所思的说 我明白了 因为要心存感谢 所以大富翁对盖房子的叔叔那么好 哦 这就是滴水之恩 永泉以报 所以老和尚过河拜桥 都是知恩感恩以及喜福 嗯 没错 佛陀说 知足之法 即是富乐安稳之处 知足之人 虽过地上 尤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称义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 虽平而富 不知足者 常为五欲所牵 为知足者 所怜悯 不知足的人 常为五欲所牵引 因此痛苦烦恼 不断增加 少欲知足的人 烦恼少多了 所以佛陀说 知足第一负 知足的人 内心是很富有的 所以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 必定会知恩图报 甚至会滴水知恩 永泉以报 感恩的人 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当然比 忘恩负义的人 来得快了 人际关系也比较好 而媳妇的人 常常会想到 一周一范 当思来处不易 半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所以不敢抱歉天物 不会糟蹋食物 不会轻易丢弃 有用的东西 因为感恩习福 所以不会折损福报 也比较幸福快乐 嗯 所以啊 要常怀感恩心 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人生也将不同哦 谢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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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帮 你帮帮 生病时候照顾我 又会给我吃蛋糕 谢谢你 谢谢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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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树叶掉满地 手拿走走快快扫 无来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的草山 扫地扫地扫心底 心里不扫空扫地 心里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的草山